下面我們要藉由幾個例題的練習 來加深各位同學對於等加速度運動的認識 在做這個例題之前 我們先複習一下相關的公式 對於等加速度運動 我們有三個重要的公式 這三個重要公式包括 末速度等於初速度加上 加速度乘上時間 還有我們在T時間的位置 會等於時間0的時候的位置 加上初速度乘以時間 再加上1 2的加速度乘以時間的平方 末速度的平方會等於初速度的平方 加上2A S是位移 也就是X-X0就是S 畫成圖形就是這個 所對應到的意義 那麼假如對於一個自由落體運動 它初始的位置假如定為0 而且它的初始的速度如果也是靜止是0 那麼它的公式將會變成下面這三個 初始的位置是0 初始的速度也是0 V就等於AT 而這個A是自由落體的9.8的衝力加速度 所以我們寫成GT 那麼因為千錘的運動 所以我們用Y來表示我們的坐標 Y等於這個是0 這個是0 所以是1 2GT平方 就是這個 然後末速度的平方 等於初速度的平方 加2GY 因為初始的位置Y等於0 所以Y-0就是Y 好 好 那麼對應到的圖形呢 將是一樣直線 但是會通過圓點 這個是典型的拋物線 也是一樣通過圓點 這就是我們 在這個前面 對於等加速度運動 所得到的重要的公式 我們來看看 怎麼應用這些公式 做一些簡單 等加速度運動問題的計算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例題 這個題目是說 假如有一個太空船 在太空中 它初始的時候的速度 是0 也就是它是靜止的 然後 這個太空船 開始以 加速度9.8的這樣的大小 開始加速 從靜止開始加速 請問 要經過多久的時間 這一艘太空船 會達到光速的1.10 這樣的一個速度 第二個問題說 這艘船從靜止 加速到光速的1.10 這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 太空船飛行了多遠的距離 好 這兩個問題 那麼 我們知道 等加速度運動 這個加速度是一個常數 它要滿足的公式 就是這三個公式 但是因為 這個太空船 原本初始的速度是0 並且 我們把它 把它初始的位置 就定為 坐標的原點 那麼 我們就會 把 X0等於0 V0也等於0 做簡化之後 我們就得到 新的這三個公式 好 所以我們要計算 經過多久的時間 會達到光速的1.10 我們就是要用第一個式子 如果我們把 這個A 除過來的話 就會得到 所需要的時間 而這個V 是1.10的光速 1.10的光速 就是光速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 除以秒 再除以10倍 就會得到3乘以10的7次方 所以 把這個3乘以10的7次方 V除以A就是T A是9.8 9.8的等加速度 所以把這個除出來 你得到3.1乘以10的6次方秒 也就是300萬秒 300萬秒 我們可以把它除上 一天總共是 86400秒 86400 很簡單 就是24小時 再乘上 每個小時是3600秒 24乘3600 就是86400 所以把這兩個相處 你就得到 要35.9天的時間 也就是將近36天 一個多月的時間 才 這個太空船 才能加速到光速的十分之一 要經過這麼久的時間 好 第二個部分 在這段加速的過程當中 這個太空船 跑了多遠的距離 那麼 這個是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 位置 隨著時間 是一個T平方的關係 使之1分之1 A A是9.8 T 前面已經算出來 是這麼多秒 帶進去平方 你就得到 4.59 乘以10的13次方公尺 這就是它 經過了這麼長的距離 我們算出 在加速的這段時間當中 這個太空船所旅行 經過的 這個距離 是4.59 乘以10的 13次方公尺 這個長度 當然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是非常非常長的一個距離 在我們太陽系當中 我們會經常使用一個長度 這個長度稱為天文單位 Astronomical unit 這個長度單位是指的 地球到太陽之間的距離 這個距離是1.5億公里 或者寫成公尺的話 是1.5乘以10的11次方公尺 這個稱為天文單位 所以把這個距離 換算成為天文單位的話 就是把這個長度 除上這個天文單位的長度 我們就會得到約為307個天文單位 OK 307個天文單位 我們又可以再換成另外一個距離的單位 我們稱為光日 就是光跑了一天可以跑多遠 光一秒鐘可以跑3乘以10的8四方公尺 一天有86400秒 所以把這個乘在一起 就是它一天可以跑的距離 把這個長度除以這個距離 你得到1.77 表示光跑了1.77天之後 就等於跑了這麼長的距離 當然也就等於307個天文單位 我們要知道在太陽系裡面 行星最遠的距離呢 如果把冥王星算進來的話 冥王星大約平均的距離 因為冥王星並不是一個圓形的軌道 它是一個橢圓形的軌道 它的平均的半徑大約是 40個天文單位的距離 所以你可以了解 307個天文單位 是非常非常遙遠的一個距離 太空船以9.8的加速度 加速了35.9天 大概36天的時間之後呢 它已經遠遠的超出了我們的 冥王星的軌道了 這是關於這個題目 我們了解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它的基本運算的公式 得到的結果 我們再來考慮第二個例題 假如有一個投手呢 它牽錘的向上 拋出一個棒球 拋出的這個初始的速度 假如是12 那麼我們要問 這個棒球要經過多長的時間 會達到最高點 從這裡飛到最高點 所以需要的時間有多長 那麼這個最高點 跟地面之間的這個距離呢 有多遠 假設 我們假設這個 拋出的這個點 就是我們的Y等0 所以我們要算的是 這個Y等0到這裡 之間的距離 所以這個經過 跟地面 我們現在這個稍微修正一下 跟Y等0之間的距離 就是指的是這個 從手拋出去到這裡的這個距離 好 那麼第三個問題說 請問 求達到一個 坐標是Y等於5公尺的時間 應該是多少 在中間某一點 這個時候 它剛好通過這個5公尺 假如5公尺在這裡的話 那麼 經過這裡有兩次 一次是向上飛 一次是向下飛 這兩次的時間 分別應該是幾秒鐘的時候 好我們要做這三個問題 好第一個問題呢 要達到最高點所需要的時間 那非常簡單 因為從這裡有個初速度12之道 到了最高點 最高點就是速度為0 所以末速度是0 所以從末速度跟初速度呢 我們就可以把 飛行的時間把它算出來了 因為 把 末速度減掉初速度除以加速度 就可以得到我們飛行的時間 是1.2秒 從這裡飛到最高點 需要1.2秒的時間 第二個問題 說 最高點跟 Y等於0之間的距離有多遠 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也是一樣 初始的速度知道了 但是末了的速度知道是0 所以我們可以用 第三個公式來用 末速度知道 初始的速度知道 然後乘上2g位移 位移就是這個高度 就應該有這個公式可以用 所以我們要算的這個位移 Y呢 就是V平方-V0的平方 那末速度是最高點 這個時候的速度是0 所以0減掉初速度的平方 除以2A A是-9.8 所以把這個除出來 你發現這個高度應該是7.3公尺 所以從Y等於0 飛到最高點 是飛到7.3公尺的高度的時候 就會停止 好這是第二個題目 第三個題目說 那5公尺在哪呢 5公尺大約在這裡 對不對 這是7公尺 5公尺大概在這裡 從這裡飛到5公尺的地方 是幾秒鐘 然後飛到最高點 再往下掉的時候 經過5公尺的時候 又是幾秒鐘 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要從5公尺來著手 對不對 5公尺的高度 就是Y坐標是5的時候的時間 好所以我們要用的 就是 呃 乙子的位置 是5公尺的時候 啊 用初始速度 12 乘以 V0T 我們要解的這個時間 等於二分之一 負的9.8乘上T的平方 所以我們要解這個啊 一元 二次方程式的根 所以 啊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得到4.9T平方 -12T加5等於0 所以 帶入根的公式 我們可以解出兩個時間 一個是0.53 一個是1.92 所以從這裡飛到5公尺的時候 所需要的時間是0.53秒 0.53秒之後繼續往上飛 再掉落下來的時候 就是已經是時間1.92秒的時候 會經過5公尺 那麼 這兩個 兩次經過 5公尺的時候的速度 我們其實也可以算出來 因為 墨速度的平方 等於初速的平方 加上2gy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其實可以 V 在這裡的速度的平方 等於初始的速度 12的平方 加上2乘上-9.8 乘以 Y Y是5 以致坐標是5 所以 一樣也是V的平方 要去解 V 所以你一樣會得到 兩個值 這兩個值分別是正 一個是正 一個是負 一個是正的 6.78 就是 往上飛的時候 是正的6.78 往下飛的時候 是負的6.78 所以 經過5公尺 這個坐標的時候 它的速度 是一樣大小的 一樣快的 但是 一個是向上飛 一個是向下飛 好 所以就是 我們做這個題目 所得到的一個重要結果 在我們 計算這個問題 介紹了這個 等加速度運動之後 我們來看一個例題 在這個例題 我們 從這個圖做出發 這個圖裡頭告訴我們說 有一個指點 它在位置是0的時候 它的速度 是在這個速度 初速度 是多少 圖形上並沒有顯示出來 但是 當它運動到20的 坐標的時候 它的速度是8 然後它運動到70的時候 速度是0 那麼 以之 這個整個運動的過程 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的話 要我們來 計算 初始時候 初始在 位置0的時候的這個速度是多少 要我們把這個點的速度把它算出來 好 這個題目呢 跟我們之前所看到的題目不太一樣 我們之前所描述的都是 位置對時間的函數 速度對時間的函數 或加速度對時間的函數 都是對時間的函數行為 現在我們這個圖形所顯示的是 速度對位置的函數行為 所以是不一樣的 所以 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我們現在 所擁有的資訊 是這兩個點 20的速度 還有70的速度 我們就掌握這兩個 資訊 要解出 初始在 X等於0的時候的速度 所以問題是這樣子 那麼 當我們要處理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當然知道 時間已經不知道了 所以我們 要把我們 可以運用的三個公式裡頭 最重要的其中一個 就是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是完全沒有 時間在裡頭的公式 對不對 初始的速度的平方 加上2A X-X0 就是 在末了的位置 減掉初始的位置 會等於末了的速度的平方 好 所以在我們要應用這個 這個公式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要選擇一個出發點 對不對 如果我們選擇 在這個公式裡面的0 V0 X0 就是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位置的時間點 我們叫做T等於0的話 那麼 這個時間點的 這個位置跟速度都知道 是20 跟速度是8 所以這兩個知道 所以初始的V0 我們就 變成V0的平方 加上2A 20-10 初始的這個 位置就在X等於0 所以這個方程式給了我們 兩個變數 V0跟A 還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們 角色能夠算出A 我們V0就解了 V0就是我們題目 要我們算的東西 所以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們就是要 把第二個條件用進來 但當我們用第二個條件的時候 我們可以 很技巧性的來處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需要 取這個點 當作我們的出發點 因為這個點的V0 並不知道 我們如果取這個點 做我們的出發點 當作我們的0的 這個公式裡面 0的 發生的位置跟速度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時候的速度 是8把它用進來 所以有個8的平方 加上2A 現在的位置是在70的位置 初始的時候的位置是在20 而不是用這裡 我們用這裡 所以70-20 就是一個已知的 8也是已知的 A馬上就算出來了 所以A就是-0.64 所以整個這個運動的加速度 因為已經知道 是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我們都用了這個公式 所以我們很快知道 A是-0.64 那麼把A是-0.64 就是帶回到這個地方來 V0就解出來是-9.47 所以這個問題 就這樣解 希望同學們都會了 是-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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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64